有鉴于南岛文化的交流经验与能量 如同珍珠般散落在各地 需要串起来成为珍珠项链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于12月2号3号两天 邀请蔡淑芳与钟玉琳两位引导讲师 在馆内采开放空间会议 OST的行事 办理2020南岛文化交流发想会 创造出一个可以相互讨论的平台 没有人知道答案 对未知开放 以随时准备迎接惊喜的心 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敞开心门 倾听别人的想法 开放空间科技是一种研习的方式 过程当中会产生许多的沟通互动 合作与创新 以及面对挑战和转变的策略 可以协助人们很快地走出 共同的问题和机会 并且建立相互的了解 形成彼此的连接网络 最后将完整的过程报告 交到所有参与者的手上 并且一起找出下一步的优先顺序 然后关岛是有一个高中老师 他是做那个tattoo的 他来参加完之后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是2002年 他说我以前都觉得 关岛的曹茂洛人的文化 就像一本书这样 很丰富这样 结果他来台湾参加南岛花姐之后 才知道说充其量关岛的曹茂洛的文化 只是南岛这个文化 这个很大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 一个chapter 我们的契乐童源 所以大溪地有笔底 但是它是单管 我们双管 二号晚间 美学馆也安排与会人员欣赏 张也海先生所拍摄的南岛纪录片 经过两天三场开放空间会议后 与会人士达成先组织平台 串联人才库的共识 未来一起努力将发想行动起来 在这一次虽然短短的一天半 但是我觉得透过彼此的认识 然后彼此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的南岛经验是什么 然后有一些甚至产出一些模模糊糊的行动方案 我觉得对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有些议题 有些行动方案确实需要发酵 不可能这么快 很多其实只要互相了解 互相彼此的协力 共同 其实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那很多时候因为彼此不了解 所以就各做各的力量就分散 很可惜 我们也看到很多活动的计划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或者说大家期望我们 我们也没有接收到讯息 或者说其实我们只要一点点调整 就可以让活动计划更好 或者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并没有 因为彼此没有认识没有交流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讲说 这次来我认识到很多 原来也在做南岛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开启了 未来合作交流的一个契机 也有很多已经新来乍到 或者各个位置的都有 那透过这个OST 就是鼠方老师跟Alan老师的带领 大家彼此能够认识 然后彼此有一些共同 在很多那个位置奇异 想法奇异的里面 透过OST 能够凝聚出一些想法方向出来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实在已经 有一点超过我的预期了 我一直觉得 我再强调一次 我觉得这个需要发酵 结果回去我们想一下 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谁跟南岛有什么连结 或许我们就可以 从里面再找出一些partner 一起去做这样子 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样子 官方希望透过这样的发想会 一方面促进对南岛文化交流 有兴趣的朋友 彼此认识交流经验 另一方面希望讨论 未来南岛交流的方向 彼此如何分工合作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